接著帶你來關心 為了表達對核式的反對 全國民進團體要在3月8號發起全台的廢核大遊行 除了當天早上在宜蘭丟丟黨廣場來發起縣內的遊行之外 想要參與下午到台北市大會室的民眾 可以在羅東文化工廠以及宜蘭丟丟黨廣場來報名 每個人只要300元 因為宜蘭縣距離核市場不到30公里 加上日本福島的慘痛經驗 不但去年已經有20多萬人上街表達抗議 但是政府卻無視人民的聲音 所以為了對下一代對台灣土地的保護 3月8號當天在宜蘭跟台北分別舉行廢核大遊行 反而是出血水 反而是出血水 這個核式在南的發生 我們沒辦法對阿伯朱朱順村來交代 我們沒辦法對土地來交代 我們沒辦法對宜蘭鄉親台灣人民來交代 所以要保養你這個環境基金 所有我們的鄉親世代好朋友 我們一定要強度站出來 表達我們最大的部分 表達對中央政府的抗議 表達我們台灣這邊土地的心聲 請大家一定要當街站出來 今天我們台灣政府繼續要來擁抱核電 要繼續讓我們的行政繼續來穩穿 我們站在地上很頻繁的一個地方 我們很害怕 今年有12萬人 全台灣的人都站出來反對決定這個部分 國民黨政府難度他沒有發覺 我們的民意是什麼樣的 所以說今天我們要用最堅定的心情 在三月切八百日 我們在台北 台中 高雄 花蓮的部分 我們要同步來鼓勵 反對核式 反對核電的大遊行 環保聯盟表示 3月8號當天宜蘭廠的部分 早上9點半在丢丢黨廣場出發 繞行宜蘭市區 而台北廠則是下午2點 要參加的民眾在7號之前 到羅東文化工廠 或是丢丢黨廣場來報名 每人收費300元 宜蘭兄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